台灣人三月削媽祖是百年習俗 但這波疫情讓神聖的宗教習俗文化 只得先暫緣起舉辦 我不會 媽祖很嘴唄 那我覺得在走的當下 你會覺得你很感動 你沿路在走的那個氛圍啊 沒有關係啊 因為碰到疫情來的 我不管它了 有人失望 有人無所謂 就是因為輿論風向各有堅持 也讓媽祖繞境 停辦與否的討論特別引發關注 這波網路民情激出關注度 正然攻臉書上 更是被網友留言灌爆 留言幾乎一面倒 希望繞境延期 就連網紅立委陳柏惟 也因為自己的發文 繞境不需停辦 民眾不要參加 也讓他成為網友質疑的對象 光是討論就有2000則 自曹自己比較像主辦單位 可以看出這一波反對繞境的風向 有多大 極致翻三天坦白講風向 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從一開始 大家真的就是一面倒 希望延期或取消 那主要是這個事情 人命關天 網友都很一致 然後不分藍綠 繞境要不要辦 成為全台灣網友最關心的話題 根據大數據分析 從26日到27日中午為止 有超過5成的新聞在討論繞境 也佔了疫情新聞版面約6成 27日早上12點前 大甲鎮燃宮的網路聲量都是全台灣第一 網友本來就從這樣罵 然後到現在就是非常感謝 他半天就 我看 一個早上 兩篇貼文就三四千個留言 基本上一面倒 都是在感謝他們 覺得他們做得對的決定 鎮燃宮決定延期 讓網友一片叫好 可見防疫優先下 就算是百年傳統的媽祖繞境 也要傾聽網路民眾的聲音 環宇新聞 洪西宇 林凱倫 台北報導